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的女人躺在草旗上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旁边的小公子痛哭出声 周围三个女人也满脸是泪 女人强词支撑着 说完最后一句话 闭上了眼睛 垂下了手 这个字又年 就陪伴在芈月身边的魁婆婆 带着遗憾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得到了芈音的提点 义成更加肆无忌惮 变本加厉 寻找各种借口找芈月等人要钱 收了钱不办事了 芈月写的所有信件 她转手就交给了芈音 还出言调戏惠儿 芈月已经知道这个人不可靠 决定自己亲自去宫门前送信 被义成察觉到了 联邦差人去国相府报信 趁着芈月等人都不在 义成跑进屋里 调戏惠儿 我让人给你们用的碳 是驿馆里头最好的 相差好几倍价钱 你看我这一番心意的 该如何报答我 对惠儿动手动脚 不小心看到了盒子里露出的财宝 当下眼睛都直了 被惠儿连拖带拽地推出门了 芈月来到燕国王宫城门口 询问守城士兵 有没有看到有人递进去秦国的信 守城士兵一开始说没有 不知道 旁边的人似乎知道些什么 咳了两声告诉芈月 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芈月一听眼睛都亮了 连忙询问宫中可有回复 守城士兵嘴上敷衍 手却悄悄动了动 芈月一看懂了 显儿给钱 芈月挺聪明的 没直接找义后 也就是秦国长公主孟赢 而是托他们拿一个玉佩 给义后身边的丫鬟说与他有救 降低了守城士兵的防备心 信物也更好送出去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里全都是芈月的人 芈月刚走 他们就拿着玉佩去向国府灵场去了 从这里也能看出 孟赢母子在燕国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 周围所有势力几乎都掌握在向国手中 没什么实权 芈月把芈月的信件物件都烧了 她心里更是愤恨难平 认为芈月就是个狐狸精 一个黄轩一个秦王还不够 现在成为质子也有人半路送钱财珠宝 你说他的好日子是不是该到头了 夫人说到头了 那就到头了 让他们尝尝苦日子 得秦王恩宠多年 喝蜜糖都不觉得甜 这回我倒是要看看 那位芈夫人还有什么本事凡事 就是你孤落寡闻了吧 她本事大得很 这只是人家飞升一个劫而已 她的好日子还没开始 你的好日子倒是快要到头了 说话的时候 将一壶酒倒进了火盆里 火势变大 义成看懂了她的意思 立马就回去安排了 深夜 驿馆里燃起了大火 芈月 裹着稷儿 葵姑往外冲 还好火势没有太大 几人很顺利的跑出来了 葵姑刚出来 想要给稷儿填的新衣 还在屋里 又返回去拿 此时火势越来越大 葵姑本身身体就不好 抱着新衣 呼吸困难 一动不能动 芈月担心葵姑的安慰 打湿了棉被裹着 进去救出了葵姑 葵姑虽然顺利 从着火的屋子里救出来了 但因为长时间吸入尘烟 加上本身身体就不好 强撑着 说了几句话就撒手人寰了 芈月痛心不已 葵姑对她来说如母亲一般 看顾她长大 护她周全 芈月这一刻无比痛恨自己 痛恨自己的无能 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四日几人返回烧过的房屋 帆帆可还有能用的物件 夫人 铸板匣子不见了 里面是义渠君所赠 他们全部的身家 就算被烧毁也该留下痕迹 不可能直接消失了 芈月反应过来 估计是被人趁乱拿走了 那么这场大火 应该也是人为 有人故意纵火 十有八九 可是当时那种情况之下 能留心到此事的人 一定是早就知道 珠宝匣子的存在 大家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没错 就是一城 这个珠宝匣子 除了他们几人 只有一城看到了 再来回想下前面 芈月说的让芈月过过苦日子 芈月几人现在虽然沦为至死 可依赖这些珠宝 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 什么是苦日子 自然是吃不饱 穿不暖 才叫苦日子 这场大火的目的 本就不是为了烧死他们 而是借机 拿走他们最后的珠宝 惠儿也回想起那天的情形了 夏儿气愤的出去 找一城算账 惠儿询问芈月 是否需要报官 只怕报官也没有 为什么 若没有有权势的人撑腰 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芈月心里有数 现在报官没有任何益处 反倒会成了他们的过错 背后若无人指使一城 不敢这么做 只是谁是这背后是人呢 香儿去找一城算账 发现人早就跑没了 可这点芈月倒是不意外 贼得了事也能不跑 不跑难道等着人赃俱获吗 脾气跑掉的一城 此刻最着急的是 他们异性人的生计问题 营寄心有疑问 她与孟莹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弟 孟莹若是得知这一切 会赶来看他们吗 芈月也没有把握了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孟莹真的全然不知 他们的到来吗 他们将屋内所有能用的 都收了起来 频频凑凑还是可以的 四处透风 破破烂烂 从国书没有着落 一封封的信件没有回音 加上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芈月的思绪逐渐清晰了起来 我觉得事情 远远没有这样简单 背后一定有什么人在捣鬼 一城跑了 新来了一个赵一城 香儿以为这个新一城上任后 会给安排个像样的住处 结果这个也是一路货色 上来就是一顿赤责 反咬一口 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他们身上 役后的车马上见 有平民被吓得摔倒了 出来一个侍女解决这件事 旁边芈音的丫鬟 看到了这个人 急忙上前告知她 役后的故人自勤国而来 希望与役后见上一面 芈音的丫鬟 也是觉得自家主子有些过分了 想着 都是来自楚国的故人 这个举手之劳还是能帮的 新上任的一城 连探盆 粮食都不给 要他们自行购买 还卖出了天价 天寒地冬的燕国 迎记的手伸了洞窗 正在屋内不断走动去暖 芈月只能写一些书籍换钱 用来购买炭火粮食 过去总以为 只要离开宫中 那便是天高云阔 自在逍遥 却不想 宫中的明争暗斗 那是不缺衣食的 宫外的自在逍遥 却是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 怪不得那些人 几破头丢了脑袋 也要寄身王侯之逃 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享 作者的每一个视频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点赞越快 更新越快哦